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特快车的After Effects教学 我是主讲人Adder 这次的教学要跟大家讲的是如何来自己制作presets 那presets这个东西呢 应该大家都已经很了解了 因为呢 我们在之前的教学呢 我们来看一下 之前的教学呢 大概文字模组特效入门 还有锁定3D目标 这两个教学里面呢 我们已经有讲过怎么使用presets 所以说如果还不知道presets是什么东西的人 可以先去这两个教学里面先看一下 presets是什么东西 所以说这次的教学我们就大概先预设说 你们就已经知道presets是什么 然后怎么使用了 所以我们这次的简单来讲一下到底什么是 不是什么是presets 是怎么来制作我们的presets 那presets呢 其实在中文的翻译还蛮乱的 也没有一个统一 我在Google上面稍微查了一下 大概台湾跟大陆呢 总共有非常非常多的翻译 例如说模板啊 预设模板啊 脚本啊 预设包啊 预设文件啊 预置文件 动画预设效果预设预设集什么 基本上没有什么比较统一的翻译 那最常看到的就是模板跟预设模板 那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假如说如果我们今天是用模板来当做翻译的话 那templates这个东西要怎么翻译呢 因为如果是用模板的话 那听起来templates反而还比较适合模板 好 不过这个东西就不重要 我还是用我自己网站的翻译就是预设模组 那所以说我接下来就会用预设模组来讲 那也有可能就是就直接讲presets 对 就你们知道了 好 不是重点 来 我们来看一下先把这个关起来 我不要促成这不重要 所以说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来怎么来制作presets 假如说我们现在有一段影片在这边 我们要稍微进行一些修片的 我们先开启一个adjustment layer layer new adjustment layer这边 然后我们要进行一些可能修一些色彩或者什么东西 我们就随便套用一下 color correction curves这边 那假设说我们现在看到了 这边这个影片有个地方需要修改 地方是这个坏 这块地方现在看也很好 可是因为随着时间移动太阳就出来了 所以说这块变得非常亮 非常亮的时候我们就怕这个坏呢 就是因为太亮了 所以让我们看的人会觉得很强眼 所以我们要这边把它稍微修暗一点点 所以我们先拿我们的curves 来把最亮的地方往下修 这样子 然后呢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虽然把亮光往下修 但是因为会影响到其他地方 所以说我们要稍微用一个mask 这个把它拉到过来 Ellipse tool把这边拉起来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按一下 F 把feather打开 然后 让它的亮光没有这么抢眼 好 按一下播放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块 好像还有点亮 大家变得太亮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用这个方法来 让它稍微不要这么亮 这样有点太多了 好 总之我们稍微调那个满意的数值的时候呢 假如说我们有其他的影片 假如说我现在 我到回到project的视窗 我有两段影片 可以看到842跟843之类 这两段影片呢 其实都有相同的问题 我的另外一个混合图层 这段问题比较少 可是随着时间移动呢 它有时候也会有太亮的一个感觉出来 所以说我们都 持续的需要使用 这个效果来降低这个亮度 所以说假如说 我们现在有100段影片要处理的话呢 我们总不能每一个一个这样调吧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用一个方式来处理 就是用presets 但是presets呢 我们一定要先把它储存起来 所以说我们在curves这边呢 我们可以在animation preset这边 这边有它已经被我们 帮我们配好的presets 但是我们现在要使用自己的presets 我们把这个亮光调好了 有时候我们要把它储存起来 在animation preset这边 把它拉下一个 save selection as animation preset 把它按下去 按了之后 它会有个视窗跳出来 叫我们储存 那我们储存 我们自己选好一个资料夹 那是因为我也之前有 选好一个motion express的资料夹了 那这个资料夹 会口齿不清 好我们按下存档 那记得后面就是点ffx 这个是我们presets在使用的一个副档名 好我们存档 这个它需要稍微读一下 是因为它右边这边需要重整 好我们等一下稍微读一下之后 我们animation preset 这边presets打开 记得我们刚刚储存的位置 我们是储存在motion express底下 假如说没有调整过的话 它通常会储存在user preset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motion express 这个资料夹把它打开 然后里面就有curves1 这个就是我们刚设定的 的presets 预设模组 对我不要忘记 我就是既然都说要翻译要讲出来 就讲出来 好 好我们看一下comp2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刚刚讲讲的时候 我们100段影片都需要这个效果的话 我们这时候呢按layer 等一下 来layer new adjustment layer 把这个justment layer打开之后 现在没有效果 但是我们刚直接 我们有一个curves在这边了 我们先effect color correction curves 然后呢animation preset 这边有一个 箭头把它拉下来 然后呢下面就有一个curves1 把它打开 不是 把它按下去 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调整好的presets 或者 这是一个方法 但是因为可能有点麻烦 是我们呢 我们还要选effects color correction curves 再把它按出来 这样是有点麻烦 我们更快的方法是我们直接在curves 这边把它按掉之后呢 直接在这个地方按住 然后拉过来拖到这个图层上面 它就一样会把我们刚才储存的效果弄出来 对 对 就是这样 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稍微进阶一点点的方法 就是假如说我们现在有两个以上的效果要储存的话 我们就不可能用这个animation preset这个地方 来一个一个去调 我们要一次储存很多组 那我们先来示范一下 我们先把它关掉 这个也关掉 好我们现在设定一个新的adjustment layer 我们现在拉到最前面 layer new adjustment layer 假如说我们现在要制作一个消失的效果 不是消失的 让荧幕有一个fade out的感觉 fade out讲什么 绕什么英文 就是有一个淡出的感觉 这时候不能太就是嚣张 好我们在这边按effect 然后呢 generate lens flare 我们要让它 呃 很 怎么讲 就是 有一个光 然后让它 淡出 对 不是fade out 是淡出 好 我们在这边先把它调成 feed up to 百分之百 然后呢 我们设定一下关键影格 在前面 flare brightness 这边按一下 这边这边不是重点 我大概很快速把它带过 按一下u 然后这边过大概0.2秒左右的时候 把它变成220 它就会变得非常亮 然后最前面呢 应该是0才对 从0变220 突然变很亮 然后呢 我们让它消失 大概在1秒钟之前 大概0.9秒的时候 变成0 所以看起来就是这样子 突然变很亮 这边可能还不太够 250 然后消失 然后呢 今天我们要另外一个效果 是 Effect Color Correction Curves 为什么要用curves呢 我们并没有修片 但是因为curves 它可以让它亮的地方 全部变成黑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边 按一下curves 按一下关键影格 然后在最亮的地方呢 不对 我说错了 我们再按一下u 把这个关键影格 然后这边来 然后按下一格 把这个最亮的地方 拉到最低 它就会变成黑色 我们把curves 要往上拉 因为它这个顺序 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看一下 它让它看起来 在最亮的时候 往下 然后它的画面就消失了 就有一个淡出的感觉 其实也不是淡出 就是一瞬间就消失了 这样 那我们先把它调成 105mm prime 你看起来这个光 比较漂亮一点 好 我们现在再来浏览一次 好 同样的 假如说我们现在 100段影片 都需要这个方式 来收尾的话 我们不只能够 储存效果 我们一样可以 把关键影格 储存进去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可以在 文字模组里面 可以直接看到 关键影格 是直接 已经设定好 在这边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 我们要设定好 我们要储存我们的 presets的方法 就是按一下这个 再按住control吧 我们要储存效果 全部选起来 然后记得时间 要拉到最前面 这个等一下会说明 好 按一下这边右边 有一个create animation presets的按钮 按一下 然后我们这边呢 名字给它设定 lightout 好 按一下存档 一样等它稍微 就是run一下 就有些电脑 可能会跑得比较慢 就是说我的电脑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 储存整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让另外一段 假如说我们100段影片 我已经强调很多次了 假如说我们现在 有100段影片的话 我们现在要第二段影片 几乎觉得好像有点夸张 100段影片有点太多 好 我们先不管这个 我们先按一下 layer new adjustment layer 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样图展 还是要先开来才能用 我们先把 我们先把时间调到 我们要让它 淡出的地方 然后我们按下animation presets 一样 presets打开 motion express 里面有我们刚储存的 这个lightout这个效果 我们现在到这个地方 它里面什么都没有 lightout直接拉上来 放上来 安安播放 它已经帮我们设定好了 那为什么是可以这样子呢 那这个呢 重点在于说 我们现在关键影格 按一下u 它的关键影格 就是我刚才时间点进来 然后 它的关键影格 从这个地方帮我开始设定 因为假如说 刚记得我刚讲的话 我关键影格设定是在0秒这边 所以说我的时间轴是在哪里 它就是来帮我设定 假如说我现在是 我来储存的地方是3秒的地方 然后按储存 那也就是说我现在这个时间点进来 我现在在3秒的地方 我拉进来之后 它会在6秒的地方帮我开始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们在设定的时候 通常是要从0秒开始设定 这样我们再拉进来之后 它就假设我们这边是0秒 然后从这边开始设定关键影格 好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来储存 Presets 然后以及使用的方法 好那这次的教学呢 差不多就可以告一个段落 大家可以自己去试试看 有什么Presets可以使用 当然大家可以储存 一次储存的6-7个特效 来当做Presets 那当然有看到很多人 Presets都是使用这个 Expression Controls 是配合我们的控制码 或者是表达式 来使用的一个Presets 那大家就可以尽量试试看 那这次的教学 就是要先告一个段落 我好像讲太快了 这次的教学就到这边 告一个段落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主讲人Ether 那我们下次见